怎样去除脸上的痘痘 想要去除脸上的痘痘 经常清洁面部的肌肤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脸上不干净的话 一些粉尘或者是其他的物质就很容易堵塞毛孔 长此以往就会冒出很多痘痘 建议最好是每天早晚洁面一次 做好护肤工作 保证皮肤呈现最好的状态 内分泌失调是脸上长痘痘的主要原因 平时我们可以多运动 如果效果不是很明显 还可以去医院看看 用药物来进行治疗 同时多吃新鲜蔬果 少吃含热量比较高的食物 这样脸上的痘痘慢慢减少了 另外长期熬夜也会导致脸上长痘痘 所以每天应该要做到早睡早起 保证充足的睡眠时间 放松精神 这样身体机能也能得到很好的恢复 从而减少痘痘自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